如果斗罗大陆与地球之间有一个通道可以相互往来 地球上的人类共达斗罗大陆 斗罗大陆能撑多久 觉得地球人必胜的口一 认为封号斗罗无敌的口二 OKOK 咱们开始分析 整个斗罗大陆全长16667千米 将斗罗大陆看成一个标准圆 其直径为16667千米 及整个斗罗大陆的面积为218174883平方千米 在斗罗大陆之中有三块大陆 其中斗罗大陆最大 其他两块各约为斗罗大陆的一半 加起来也就是两个斗罗大陆的面积 而书中斗罗星球的陆地面积占三分之一 即整个斗罗星球总面积为727162345平方千米 根据球体的表面积公式S.4π2平方 算得斗罗大陆星球半径R为326115千米 而地球的半径才6371千米 想要维持如此巨大的体量还不坍缩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这个星球是7以太的 在斗罗大陆第四步中十倍因素就能冲出星球 所以斗罗星第二宇宙速度为1为3400米每秒 第一宇宙速度则为这个数值的刚好1 2倍 由天体速度公式 Gm除以2等于1平方的斗罗星质量为 1.052乘以10的24次方公斤 由重力加速度公式 即等于Gm2的平方 可以算出重量加速度为0.476 为地球的1 2分之1 力度为140公斤 每立方便 为地球的1 4分之1 力度是地球的1 4分之1是什么概念啊 和固态星差不多 人类在启动飞点净都可以游走 而且这还是星球的核心 斗罗大陆上的人类想要在上面生存 起码得比较密度第十倍 就和气体差不多 即使成为神也不会超越太多 千人选的极限是在地下千米处游走 这一点以地球人的力量也能做到 因此能在此星球表面上生活的 斗罗星人 密度恐怕是7以太的 就算是神级也顶多和固态星差不多 因此地球能穿越到斗罗大陆之后 就拥有了超越地球40倍的力量 地球人可以击碎大地打出空间裂缝 而我们的对手不过就是一群7以太人 即使斗罗的神也不过是强一点点的7以太罢了 所以说普通的地球人穿越到了斗罗大陆星球之后 其实就相当于克星人来到了地球 任何人都可以是超人 不需要五魂也能上天入地 一个地球人自首空拳击败斗罗大陆的神 也是情境出松 没毛病兄弟们 如果普通斗罗大陆人能够观察到地球人的话 那么一定会在记录中这么写 天神将你斗罗大陆 他们支撑地球人 力大五球 上连续地拥有着超越神的力量 无数世界规则所束缚 连我们的神也无法战胜他们 他们才是正确的地方 感谢小伙伴者这么做 超越数量下期一会儿